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与西班牙广场相连接 它总共有138阶 是全欧洲最长与最宽的阶梯 引来无数游客打卡 当日肖战似乎是素颜独自出行 但穿着依然十分讲究 藏青色毛泥大衣搭配格温衬衫 骑刘海上还套了个同色系的帽子 夹上是素颜 看上去有种大学生的稚嫩感 肖战拿住手机边玩边下台阶 他下身搭配的卡骑色裤子 脚踩住白色运动鞋 休闲又时忙 因为是国外 游客们都雇注自己玩耍 并未将焦点放在肖战身上 肖战也难得地享受了 在国内说无法感受到的惬意时光 之后肖战来到了游客众多的广场 和成双成对的游客比起来 独自出行的肖战显得有点落寞 183.6厘米的他在人群中也不算太瞩目 穿搭在人人时装中的标准下 更显得平平无奇 之后肖战走到栏杆前 开始俯瞰周遭的景色 从背影看 戴住帽子的拐角 肖战更显得颇为落寞 他又人嘲讽其 到了国外的顶流 米兰众一人 也有人感慨 过了米兰时装周 肖战的待遇就差了很多 米兰时装周期间 肖战被拍到出行的路透 他穿着泥子大衣外套黑色羽绒服 本就气场十足宛如大佬 身旁还跟住不少硬汉保镖 更有种电视剧中霸道总裁出街的济世感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肖战本身就是普通人 是粉丝的爱对他有了滤镜 此次他受邀出席时装周也不过是一项工作 工作结束后和普通游客一样去玩耍也无可厚非 事实上 肖战确实是一位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人 工作使他十分认真严肃 全力配合品牌方的要求 在时装周的现场 他一手攀住对方的肩膀十分轻腻 但听到对方说话又十分严肃的在听 给予对待绝对的尊重 但工作之余 他也会展露本行 露出开心的笑容 肖战的米兰时装周备受瞩目 期间他为大家呈现出不少出彩的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时装周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不妨对他少一些挑剔 让他做回普普通通的游客 肆意感受下一国他乡的美景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欣赞猜茜